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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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也参与写了这首歌的词 那我的太子老师叫潘靖 那他是两届世界冠军 那他就是因为在教学过程当中 给我很多的属于东方的一个思考 那他说太子的东西的底欲是非常深厚的 所以我们在聊聊当中呢 我一想说我想把太子这个元素给推广出去 所以我们两个同时就创作了这首歌 这次我拍MV的时候 我就跟陈一居导演说 当时你在拍我还欧非阿非的时候 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是两个小时就可以把MV拍好 那在过去我的经验里面 都是要两三天之后 在不同的场景去拍 然后剪接 可是这一次呢是导演说 你演你的 我自己来抓你的镜头 那时候我就说 那其实太子你会怎么样给我一个惊讶 他说到时候你会吓一跳 然后我就说 那我必须带什么东西呢 他说你带你的打歌服也好 然后我也会帮你请最好的化妆师 那都到现场 结果呢 做下去之后呢 他说他只给我一条背带 然后他呢 说化妆师有啦 只擦隔离霜 他要我全部裸妆上场 那我就说 导演 我只有在拍戏才裸妆耶 那为什么我们MV要拍裸妆 他就说 因为放弃尾 你的生命的厚度够了 不管你在戏剧 还有过去你的种种 都已经让你非常非常的 TOP了 然后你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就像一张宣纸一样 白切透 不要有任何的元素加进来 因为太极的东西必须要是极简 包括你的生命历层 它是跟你是融合在一起的 后来我就懂了 我就放心完全交给导演 就导演就说 我相信很多二十几岁的人看到我的皮肤会很激动 我就好感动 真的把我拍得太棒了 然后又将太极这个武术呢 导演当时就是机器呢 就是跟着潘静老师就像两个在对打太极的那种感觉 去拍的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 哇 潘老师的武术被表现到淋漓尽致 跟潘老师合作 因为她叫潘静 不管她的头衔有多么的高 最重要是她的内在 因为她从五岁就开始练太极 那专门太极到现在 包括她的一个文学思想底蕴是深厚的 就是我一直很想了解中国文学 中国的一些文化 也是从她在教学过程当中 她慢慢慢慢的在告诉我 让我去了解 那我就觉得说好像认识一个很老的灵魂 装在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身体里面 那随时我有什么问题想问她 她马上就可以给我很多的思想 所以我就真的很感动 Channel V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方继伟来自台湾 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我最新专辑情世太极 以前我一直觉得太极权 太极这个东西呢 是属于那种可能是老人家的 我们都一直以为归类是老人家的一个运动 其实它不是耶 它是一个东方的哲学思想 它是需要去思考的 因为它几乎就在我们身边 身边当中 那我们当时想说 情感的东西如何写 跟太极的一个融合 那潘老师呢 是有跟我讲说 白病皆因情所生 感情的情 你所有的身体的一些状况 都是跟你的起心动念 这个情呢 是只要动念头 就是代表你的心情有改变 心情一改变它就影响你的 不管是行驻作物也好 那你就觉得说 哇太特别了 这是一般人 他不会去想到的 他总是年轻的时候 就一直在玩 然后一直在消耗他的身体 可是到年纪大后 身体就开始生病了 那我就想说 不管是从心情的也好 身体也好 我希望说能够给你达到身心灵的平衡 所以就跟潘老师一起合作 那将太极这个东西推广出去 所以我们就把情跟太极结合 因为我后来跟那个雅雅 就是孟天伟认识之后呢 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梦想 那我又知道说 他有这次推了他的新的专辑 新明了 那我听了也很感动 那个歌都真的是打动人心 那我这次也要推广情世太极 在跑片宣传之后呢 我最想做的就是演唱 就像雅雅一样 他呢 我到他办公室 发现那个大地图 已经跑满了中国的每个地方 那我也想去走走这些人文文化的地方 那我也想借由演唱会 然后跟旅行的一种心情 然后跟着雅雅的脚步 然后慢慢走满这个中国 要非常的勇敢 因为在过去我总觉得 三十岁以前不要怕 然后三十岁以后不要后悔 只要你走过的 不管是辛苦的 不管是开心的 快乐的 障碍的 它都是你未来的一种资料 我们讲的是养分 人生的养分 那之后对于你创作啦唱歌 它的那种厚度 会慢慢的展现出来 嗯 别吃 想要知道太多是一种病 别努力 别想驾驭太多努力的心 我们从爱情里体会送进放大 那是柔种殆寂 生命就这样 生命就这样旋转眼神平衡 快不得慢不得 求之不得 心事太近 相互依偎却又黑白分明 我因为你 才能那么清楚看见自己 这个世间风起云游 于是我们彼此相拥 生命无常 别等曙光 长对阴阳左右开工 爱情来袭 别太急 心别来袭 总有爱做情 心爱爱不到 想求重了 其实我们更是太近 加油 不得 不得 别弹 只要一个比ben成品 别闹 别想轻易开启 战斗的门 我们从生活里 体会松紧放大 那是柔转带进 生命就这样 旋转眼神平和 快不得闷不得 求知不得 情是太近 相互依偎 却又黑白分明 我因为你 才能那么清楚 看见自己 美高美星空影院 由澳门美高美独家 棍林播出